我們經常聽到護膚品廣告 他們的產品吻含乳木果油 乳木果油深層滋潤 對敏感濕疹乾燥皮膚都很好 但通常這些乳木果油護膚品 不是真的有很多乳木果油在 如果仔細看看產品背後的成分表 你會看到通常乳木果油差不多到最尾 代表乳木果油的含量很少 其實你用這些所謂乳木果油產品的時候 不是很算是用你想用的乳木果油 其實乳木果油的成分比例多 或者100%都是乳木果油 都可以直接用在皮膚上 它其實是一種很好的潤膚劑 但質地就像我現在那種 超眼就像要用鏟才鏟得起 鏟了這些之後還要用對手搓暖它 搓溶它 才會溶成一個可以塗上身的質地 所以很難怪各大牌子 就不會放太多乳木果油在產品上 我也不算乳木果油的成分多不多 那些產品如果做出來 又要鏟又要搓 質感又不是不好 它講到功效有多厲害 都沒有人想用 那乳木果油會太硬的原因 主要是它的溶點 即是滑溶點 乳木果油在室溫底下 大部分時間都是固態的 視乎不同的油品和製法 一般要去到三十幾 甚至四十幾度 才會溶成液體 所以現在天熱會軟身一點 但都未到溶成液體 但一到天氣冷的時候 就會硬得好像外面吃放堤飲食那些 死坐難坐才能坐到一點雪糕 好 說了這麼久終於入正題了 今天就要利用乳木果油這個特性 把它造成一個軟軟地生 質地有點像凡事林的滋潤的軟糕 你看到現在已經5月了 現在已經30度了 但我用軟木果油 這個是純軟木果油 都是硬滑滑的 已經被天氣冷的時候 移動了 但用起來也是很不方便 很不Smart 要令它變Smart一點 很簡單 我們要多找一隻油 任何一種在室溫底下是液態 又可以用在新的油 選擇是多到數不完 譬如說可以是橄欖油 葡萄紙油 可可巴油等等 如果你是這個頻道的高質觀眾 你已經想到可以用什麼 之前說過的油 就是浸泡油 如果你看過之前浸泡油的影片 你就在這個頻道的高質觀眾 如果你沒看過你都可以看回 我現在應該會把那個連結 放在那個角落那邊 就可以開始做了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找個磅 量了你的乳木果油有多重 接著1比1的重量 就加另外一種你想要的油 那我就會用葡萄紙油 那兩隻油其實就裝在一起就可以了 裝在一起之後就隔水加熱 很快就會看到乳木果油會變成液態 也會跟葡萄紙油 即是你另一種的油 就融在一起 變成一個液體 就輕輕攪一攪它 現在我們就得到一個流質的油 那趁它還是流質還是熱的時候 當然是整色整水 你可以加蒸油去加強它的功效 那又可以有香味 又可以做到不同蒸油的功效 我自己就如果查身了 就通常會下薰衣草和天竹葵 那這個組合是一個很好的 舒緩放鬆心情的組合 那如果你不是一個專業的香薰治療師 純粹可能玩一下 那份量大概等於油重的0.5%就剛剛好 就不要太貪心了 例如舉個例子 我今天就做了100g的油膏 即是50g的乳木果加50g的葡萄紙油 那就可以加0.5g的蒸油 那大概等於5% 那比較容易計算 那如果你想很精準的話 就用一個量到0.幾g的榜就最好 那如果沒有的話 就大概10滴蒸油 10滴蒸油就大概等於0.5g 那除了蒸油還有一個可以加的 就是維他命E油 它的用途主要是用來幫一隻油膏去抗氧化 那可能你這樣左蒸油加熱 那些油是容易了會溢的 會快了氧化 那如果加了維他命E油 就會加快一點 那麼容易有油液味 如果你是純的維他命E油 用量大概是油重的1% 即是1g 如果以這個例子來說大概 那當你這些東西弄得出白白的時候 那油就會慢慢降溫 會慢慢凝固成固態的 趁它未變硬得很厲害的時候 就快快倒入一個大開口的容器 即是做Cream 啊 Balm 啊 那種就最好了 倒進去之後就等它完全變硬就完成了 那等了幾個小時 現在兩款油已經完全融合成一個軟身的油膏 你會看到它給純與木果的時候就軟身了 都用起來沒有純與木果油那麼鬧角 那這個方法還有很多東西可以自行去改良 例如加減乳木果油的份量 比例 造成不同質地硬度的油膏 如果你喜歡硬一點就可以加多些乳木果油 如果喜歡軟身一點就加少一點 那我試過在冬天做的時候 即是天氣冷的時候 下到十幾%的乳木果油 其實它都成不到一個高型的樣子 但是那一塊到天熱的時候就溶完了 那另外呢 柳側那種油 即是室溫柳側那種油 就可以配合多幾種不同的油 不像我現在這樣只是用泡頭子油 那我更加進一步去整色整水 其實很多大牌子的油膏 通常是莊前的潤膚膏 都是這樣做出來的 但整個過程就不要加那些 例如花水、體取液、水等等 這些水劑的東西 首先會因為水油分離 除非你會再加乳化劑 乳化劑就會令水和油混在一起 會真正的製成了一個面霜 霜霜這種乳霜的東西 但我相信如果你吃得做這些的話 應該都不會看我這個頻道 這些那麼簡單的 每個人都吃做的DIY 當然這個乳木果油做Base的膏 是有一點不好的 就是當室溫乾到差不多 它就會溶 例如你做好膏放在手袋上 然後手袋又曬太陽 那我真的恭喜你 所以這個整法比較適合造成 Body Butter的取代品 放在家裡用就絕對沒問題 如果你真的想做一個帶得出街的話 就需要一個比較高溶點的材料 去頂著太陽的溫度 手袋的熱度 而這個材料就是蜂蠟 即是通常DIY潤唇膏的材料 它比乳木果油更硬 我們通常就不會單溶 因為它整個70度才會溶成液體 那一隻就會適合一些帶出街 適合一些再熱一點的情況 都不會溶 令到那個油膏 那這個今天就不講了 待會有機會再講 另外今天講過的乳木果 其他油、精油、維他命E油 都可以在iHerb那裡買到的 那條link已經放在雪榮蘭那裡 有興趣自製這些乳木果的護膚品可以去看一下 最後我這個頻道主要是分享一些 和護膚有關的資訊 和DIY護膚品有關的資訊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就給個like 訂閱 留給朋友觀看 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